影像是桃园的石门水库 看到桃园也已经透光了 阳光露脸看起来天气蛮不错的 而今天桃园高温也是逼近29 30度 所以中午时间今天全台湾 其实都要注意防晒了 而接下来通雅中宇图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的天气形态 就是风面前一个偏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 是非常稳定而且蛮闷热的 全台各地的高温基本上都会来到30度左右 或30度以上 至于什么时候变天 其实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这个封面就会慢慢接近我们了 所以到时候在今天入夜 苗栗以北跟吉兰就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至于明天上半天封面通过之后 这个雨区就会扩大了 整个嘉义以北跟东半部都不排除 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但幸好下半天傍晚的时候 封面就离开了降雨也会缓和 只是因为降雨的关系 所以会导致温度有一点点下滑 中北部的高温大概剩下28 29度 跟这几天30几度相比 其实还是有一点温差的感受 至于南台湾则是不影响 主要是午后的山区降雨 至于到了礼拜五水气就会减少 导致了所有很多地方 其实天气又会好转 但是就是要注意了 午后山区还是会有降雨的状况 至于礼拜六目前看起来天气也蛮好 温度偏高 但要注意了 礼拜天下半天 不排除又有封面会影响到北台湾 导致一些降雨的状况 但还有变数会持续带你来关注 而接下来关注的是 今天的天气形态温度还是偏高 目前有四个县市是发布了高温资讯 橘色灯号是台南跟屏东 不排除连续36度的高温 至于黄色灯号是高雄跟台东 台东今天可能有焚风的发生 所以台东的观众朋友也要注意高温的威胁 而中午时间不只是高温 紫外线也蛮强的 来看看这紫外线预报 可以看到全台湾几乎都是红通通一遍 其实红色8到10级都是来到过量级 可以看到整个像是北台湾中南部 以及宜兰花莲 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过量级 甚至台东来到了危险级 所以今天全台湾观众朋友 中午出门一定要外头要注意外头的紫外线威胁了 而关心完温度还有紫外线 要关心的是降雨的状况了 四日之图再次提醒您 今天水气相对来说是比较零星比较少的 但是明天封面接近之后 整个北部东半部都要留意 水气都是偏多 而且不排除有雷阵雨的可能性 而礼拜五这个水气会慢慢减少 等到礼拜六天气更好了 水气是趋缓的更明显 所以如果中午假期要出游 礼拜六相对来说是蛮适合的 至于空气品质部分也要提醒您 今天是属于封面的前缘 环境风场比较处于一个新南风 所以中部以北是属于下风处 污染物容易累积 目前虽然是普通等级 但要持续关注 有可能在下半天会变成橘色警戒 过敏族群就要注意了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是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今天天气还是不错 高温还是有机会来到30 31度 但明天受到了风面固境影响 东北风略为增强 这温度就略为调整 不排除高温恐怕只剩下26 27度 而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这两天天气同样蛮不错的 过两天即便受到了风面影响 东北风稍微增强 温度影响还是不大 大概都有31 32度的高温 至于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高温均温算是32 33度 但是在南高平持续发布了高温资讯 不排除会有36度的高温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还是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感受 所以导致高温大概30度上下 而明后天的高温也会有所调整 以上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感谢观看